1.首日破译 理查的姑妈领跑国庆当先骗 国庆的票房大家提前开罗 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首战告捷 首日票房破译登顶冠军 亚军是张艺谋的新作影 同时在口碑之争 中领跑四部先骗 二开文哈特夜校登顶的每周末票房 在今秋九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环球发行的喜剧电影《夜校首周末》 登陆在千余佳影院上映 开化三天斩获2800万美元 如预期摘得北美周末票房冠军 该片开化周末便几乎追评制作成本线 同时还驻八行公司 环球营业 未免北美周末票房网首位 三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获奖名单 介绍北京时间九月三十日 西班牙圣塞巴斯第二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 西班牙本图影片两片水域之间 摘得最高奖金贝可奖 菲律宾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布里兰特曼多萨的新作 《阿尔法》杀之前获得评审团特别奖 埃根廷影片罗获得导演本哈宁奈斯 他特摘得最佳导演 四 小偷家族成员送别奶奶树木西林 本月十五日去世的小偷家族 奶奶饰演者树木西林告别是今日举行 约五百名亲友 一千名悼念者 共一千五百人出席 送树木西林最后一程 五 祖国迎来六十九岁 华大黄小明 杨幂白百合 PS Sports等八本 祝福十月一日 是国庆节 黄小明 杨幂 何九 白百合 赵丽颖 白云 陈赫 王军凯 王源 易烊天喜 邓伦 任达华 冯绍峰 贾买亮 盘月明 马苏 陈小春 杜传 聂远 韩公 黄磊 魏大学等众星在微博法文祝福 六 陶伐克星张石友又立功 咸阳演唱会五名陶伐落网近日凌晨 咸阳公安官微法网站三十日 水友丁点世界巡回演唱会咸阳站举行 咸阳警方严密各项安保防范措施 演唱严控 保证了整场演出的安全顺利进行 歌神秘就发挥出色 且有厚礼相送 不仅场内送出现场情侣的铅笔铅铅画像 场外更是送出逃犯五连杀 其他未把犯罪人员十三元的辉煌战绩 七 S H 一合约到期获自由身 据媒体报道 S H 一正式告别十七年的华言 宣告各自成立新公司 据传主音是华言风格保守 和他们积极求变化的个性不符 九月三十日华言正式宣布合约到期 人家轩 田富珍 成家话三人 自一日起恢复自由身 爸 四十五岁生日女儿吴表示 吴启力复工秀性感召状态好 据媒体报道 吴启力最近度过四十五岁生日 近年她与女儿吴卓琳的母女关系恶化 令她担忧 以及伤心 吴卓琳与同性命 得出走加拿大已有一段时间 两人在当地开公司自力更生 吴启力生日 吴卓琳没有在社交网留言祝贺 甚至将姓氏 Ate Wu 改为Ate Zen 母女关系还没好转 九 董洁这古装在现复查皇后演一篇威曲 偏偏起舞优美迷人 昨晚 新武林大会总决赛 董洁一身古装造型现身 变复查皇后 舞台上演一篇威曲 偏偏起舞优美迷人 最后获得总冠军 神 张洁维护谢娜对不理智粉 整个迷不会攻击我的家人日前 张洁被发现膝盖受伤 有粉丝认为是因为在某节目 钟张洁背着谢娜做游戏才导致受伤 并痛骂了谢娜和节目组 张洁发布表示是在杭州演唱会后 回酒店才发现膝盖才破皮了 对此 有一些粉丝并不买账 认为张洁是为了维护妻子而说谎 对谢娜依旧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十一一 财宝一整形龙兄 福岗第一美少女 又被报告 波伦据媒体报道 21岁日本女星金田美英拥有水灵大眼 金智无关 16岁是被心探挖掘 还受丰富刚第一美少女 今年6月却爆出龙兄遗运 没想到 现又传出这几年会被事务所离棚 权势她和与婚社长谁也英明有关系 十二 杨子琼翻开马来西亚前首相 潭乌安被炮轰 墙头草据媒体报道 最近杨子琼演出 好莱坞行片《摘金起源》再度爆红 而她出了接戏 演唱是幕后工作 近来她将担当电影进吞一万间制 断拍大马前首相 那几所设之一马一MDB贪污被案 没想到杨子琼因此被外界大骂是墙头草 其中不乏知名单位高层 十三 送城县行段留意被八个月字铺 很孤独一切分手原因 据媒体报道 韩国男神宋承仙和刘亦菲 于2015年合作电影第三种爱情擦出爱火 曾公开表示已结婚为前提交往 但是因为据上离夺 于年初一月宣布分手 她近日上节目分享感情观 坦言看到结婚的夫妻会羡慕 接下来第一段话 以此透露异地恋分手的原因 14湖南卫视打造上新版偶恋 导师阵容公布 又一个男团要诞生的湖南卫视作为综艺大哥 一直早在创新道路的最前端 近日 据某知名大律爆料 湖南卫视将要打造上新版的偶像练习生 名字叫声入人心 导师阵容也正式公布 分别是蔡琴家王力宏家神秘嘉宾 15 黄博将兼制王宝强新片把海传 王宝强否认参与近日 网传黄博将兼制三笔全花大片 把海传之金产详默 主演包括王宝强 彭于燕 一时 近来很多关注 近日 黄博公司汉南影业发布声明 趁消息不时 新浪娱乐也就此下主演之一王宝强方面求证 对方也表示根本不知道这个项目 石油 心烦 周立波帅微信截图指责汤爽望恩负义9月30日 为回击周立波指责自己嫖娼的传言 汤爽公布一段重磅视频 视频中周立波妻子胡杰 进口承认毒品是周立波的 而在此之前 周立波一直坚称自己不知情 毒品细栽赡 视频一出 沉寂一段时间的周立波案再次翻游 四小时后 周立波 晒出唐爽和自己几乎结的微信聊天记录 立正当年曾帮助唐爽看病 指责其望恩负义 你要还是人 我便愿意陪你一起下地狱 你看看这些曾经的对话 十七中介正式章鱼切离婚风波后版家好债月入27万9月30日 有媒体记者向该房产经济求证 正式该地的确正在转租 房产经济表示 这套房租金每月27万 刚挂牌不久 住户正在搬家有些东西在搬呢 还没那么快 十八 尼罗和尚的惨案确定开拍 据媒体报道 由英国男星肯尼斯布莱纳 自导自演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在2017年底上映后 创下票房佳季 全球票房为3.52亿美元 由同一位原著作者Ragas Christie 所写的尼罗和尚的惨案 Dead on the Nile也确定要开拍新版 戈尔加多成为第一位加盲的演员 十九 安市奈美会官网将停止运营 九月后下架所有内容 九月三十日 是安市奈美会的公方网站 运营的最后一天 九月之后这位传奇歌手 将过去他在乐盘生涯上的一切痕迹 从官方网站 歌手专业 到官网周边商店 一切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从此安市奈美会这个形象 将最大可能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三十日过后将再也没有他的官方内容 包括图片 MV 以及资讯 二十 广电总局整治问题 广告广电总局 九月二十九 预印发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广告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自己预警至今年年底 开展广播电视广告 专项整治工作 整治内容包括内容低手 格调和品位低下问题的广告 未经被案管理擅自拨出问题 被医疗养生节目等 MV制片人服务影视创业者 2013年6月创立 微信内创建最早 人数最多 影响最大的影视商业圈平台 关注中国最具创造力的制片人 会去能够引领中国电影 未来成长的商业力量 中国影视人学习 创作 交流 宣传 交易的必要工具 传为影视人和商人们最心动向 和信息组织国内外各种培训 沙龙 论坛等行业 分享帮助影视人获得更多信息 资源并达成各种合作公司 项目合作 DU the PRM人项目 影视宣传合作 JEPA811月我们在一起 看看将来影视业是个什么样 DU the PRM人项目